诗篇四十二篇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溪水 我的心可想你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超见神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住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加首节 我追想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这是诗篇第四十二篇的一到四节 这首诗的提及说是可拉后裔的训悔诗 那训悔诗在诗篇的前四十篇当中出现过一次 就是在三十二篇 那整本圣经当中有十四次 十四首诗篇是被称为训悔诗的 它主要的意思是有理解的意思在里面 它是表达了诗人鼓励百姓来赞美神 在这里说可拉到底是谁 可拉在圣经当中有三个人的名字叫可拉 这里是指的是立位人可拉的后裔 他的后裔到底是指谁呢 就是当时大卫在准备要建圣殿的时候 他鼓励立位人的诗班 可以今后担任在圣殿里面的现师的礼仪的侍奉 在这第一到第四节当中 你就看到诗人他是切勿上帝的同在 圣经说如露切勿吸水 我记得有一首赞美诗歌我们都这么唱的 对不对 因为什么露是依水而生的 他的生活生存都是靠着水 特别是当他被立人追逼的时候 诗人在这里的描写 就是他好像是被压迫他的人 追逼着就像鹿一样的逃窜 就其促进而言 这也是看成是一种流离流亡的诗歌 如果进一步看的话 你就看到在这里流亡的诗人 就像鹿一样的深处敌境 敌人要射他 为什么 因为敌人对他的信仰完全的不能认同 但是我们的诗人 他不仅认识神 而且他切切希望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于是他竭尽全力向上帝呼求 但是最令他悲叹的是什么 他的敌人却嘲笑他 他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好像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也常常遭遇这样的挑战 那么你知道诗人 他到底是如何回应的呢 请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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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